总委会防检局昨天表示 台东县东河乡一直被汽车给碾死的幼欢 确认感染狂犬病毒 这已是全国第六例 也是东河乡第二例阳性案例 而且六只受感染动物都是幼欢 防检局表示目前疫情局限在山区 而的幼欢而且也没有跨物种 也没有扩散到市区 政府将全力把病毒给围堵在山区 至于台东检验结果 疑似为阳性的前属 到底有没有感染狂犬病 周二就会有结果 而另外新政院长江一华 昨天也前往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来听取防疫的最新资讯 农委会防检局陆续接到 加出卫生所通报 等着检测的猫狗诱欢尸体一大堆 26号诱增两起案例 一个就是台东县东河乡 前一阵子被汽车碾过的一个诱欢 昨天也检测出来是阳性的 另外就是南头的水里 民众也通报了一例诱欢的 死亡的这个诱欢的这个案例 那也是阳性 还有狗狗叼着诱欢尸体回家 吓坏主人从16号第一起确诊案例 现在南头 渔池 陆谷 水里 还有云林谷坑 甚至横跨中央山脉的台东东河 都有狂卷病诱欢 全台已经累积到六例 医师更担心的是 跨五种传播加速扩散 发现病毒的地区看起来 就是都是在台湾的山区 但是它不只局限在中部了 而是东部也有 所以我相信说这个病毒 在台湾已经一段时间了 它慢慢扩散 那因为台湾有几十年 都没有宽潜病了 所以可以说台湾所有的哺乳动物 不管是人类 不管是野生动物 我们都对它没有抵抗力 行政院长江一华 也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听取简报 了解目前的疫苗状况 我们会在八月中行 会在进口另外的这个 三千瓶两cc 还有十cc两百五十瓶 亦记整个的人混有八百五十人混 机关署预估 如果有民众被咬伤 进口的疫苗量 已经可以足够一年份 而台东县政府 也已经展开灭属大作战 预先防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